综合游戏体验最好的6款苹果手机 第一名竟然不是15PM 快来看看你的手机排在哪个名次 第六名iPhone14 作为二年到二三年最炙手可热的机型之一 蓝雪的A15的一个处理器 是大多数人选择它的首要原因 毕竟功耗控制和性能稳定都是非常不错的 目前卡贴的128G市场报价是在27张左右 量级层次的则会贵一点 第五名苹果12PM 考虑性价比要想要大屏打游戏的2000多的12PM 绝对能够满足你 6.7英寸的高清OPLINE屏幕 打游戏的话视野要比14更加开阔 游戏帧率的话也能稳定在59.4帧左右 第四名那就是这个14 Pro了 目前卡贴128G市场行情报价的话是3999起 虽然说A16的性能表现还是依旧强悍 但是功耗控制的却非常一般 而且发热量高也是超乎你的想象 第三名2999的13 Pro 蓝雪的A15配合120Hz的高刷 这套配置的话放到现在仍然是旗舰体验 当然小羊也帮大家测试了一下游戏表现 王者开启极致高帧率 唱完半个小时 最终平时帧率维持在114.3帧 并列第二名的则是这台15片目 和小羊加这台4399的14的片目 作为地表最强的两款性能旗舰 一个A16一个A17 Pro 理应体验的话都要优于满雪的A15 但是实际表现却尽不如人意 第一名13PM实质名归 别看性能并非是最强的 但是胜就胜在它有一个A15的芯片 功耗低而且还非常稳定 应对各类大型手游都能轻松拿烟 也是苹果体验最好的大屏极限 目前卡贴128G的话 在小羊加只要欢迎99起 那么屏幕前的小伙伴 你们的iPhone又排在什么名次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观看